來現在我們就實際來做看看 好你現在增加一個空白塗層有一個 新的合成一個空白塗層之後我們就來濾氣裡面套用 這裡 你看這樣就有了 好那 你可以發現他在上面的就是我們剛在影片看到的這個是結束的點 這個是起點 這個當然都可以從我們左手邊去控制他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打開 從Effed這裡打開 Saber 你這裡所看到的就是上面所看到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效果但是顏色不一樣可不可以換 當然可以喔 有沒有這樣就換了 這樣就換霓虹燈了 那如果你要換不同效果就從左上 有一個預設值 那這25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方便就像我剛剛講的 麻煩你 跑到哪裡 跑到這個地方 直接來看 看哪一個效果是你比較 覺得 我現在想要使用的 好如果你想要用這個 那這個是Hardcore 所以我們就要找到這邊的 相同名字的 HAR 在這裡 這樣就有了 那各位留意一下 這個濾鏡本身就是動態的 所以你拉動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他就會有動態的效果了 不用加關鍵影格 他就會動了 這樣了解 好所以我們之前有跟各位提過有幾個比較特殊的 大部分都是類似所謂的分子運動這一種 他們都是不需要關鍵影格本身就會動 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那我這裡補充一下 如果說 假設 你想要怎麼樣 比如說我這個 做好了 我可不可以拿回Photoshop 去使用 可以的 你先挑一下 看看你要在哪一個影格是你比較喜歡的 以這個來講 變化 就比較少 但是像我剛剛那邊會有一些 光線上的變化 你就可以挑一個影格 你挑好之後呢我就可以找到哪裡 從這個地方 我們在應該是layer吧 有一個 輸出的 可以把它做一個匯出的動作 我看一下 還是在編輯這裡 有一個 有一個把它輸出輸出 找到了 在Competition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一個叫 Severance 把這個影格 輸出成什麼 Photoshop layer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把這張圖 拿回 什麼 Photoshop 使用 因為它預設格式就是 PSD 所以我們可以試看看 要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我現在回到我的桌面上 在這邊 多了一個 那你可以用你的Photoshop 去把它打開 好所以呢其實 有些人 我有看過有些人其實他就專門 在AE裡面怎麼樣 做一些詛咒再拿回Photoshop去用 不見得他用AE都是拿來做什麼做動態的設計 你做靜態的也很好 因為 在AE裡面 你要做這一塊是相對容易的 好那我現在就把剛剛這一張把丟進來 好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那 你看這個色板是不是都還在 這樣你要做處理是不是就變比較簡單 這樣了解的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你可以 反過來 拿回你的 影像處理裡面來做 那 我們呢如果你只要做這種光劍的簡單的變化的話 比如說你要揮劍 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 跟 我們之前有學過的 你不是有做過那個綠幕嗎 手就拿著嗎 這樣可以嗎 你自己可以做合成 對不對 在適當的場景做合成 那這樣子 就OK的 所以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 我看一下 在這邊 如果你後面有一張背景圖的話 你在輸出的時候 我先把動畫先講 動畫的部分 從這邊來看 好 如果呢 我想要做動畫 我就針對 開始開始 有沒有一個Core Start 跟End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起點跟終點 所以如果你想做動畫 假設我只針對終點 上面這個是終點 這個是起點 好所以我現在針對上面這個做的話 就把End打開 然後到這邊 比如說4秒鐘之後我要拿上 那就可以看到它中間就有這樣的動畫產生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比較簡單的 當然它其實說真的有很多參數可以調整 你看它的強度就是Intensity 就是它的強度 它的什麼 那個 發光的速度 發光的速度 還有它的 發光核心的那個尺寸 Size就是這個中間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粗一點 能量比較強一點 還是能量比較弱一點 會要斷掉的 請問這個 雷射光可不可以像這樣做 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你都可以透過這些參數去做調整 在下面還有更多 還有更多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的 好 那麼 了解之後我們來看 在下面這邊 我先找一張圖來 我們來找一個 這個 假設我把這一張看一下 OK 我來把它當作我的背景圖 現在呢 我把這一張 拿到我們的AE裡面來 丟進來 拿到它的下面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問題 你看這一張我把它放大 放大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它被上面這個圖層擋住了 對不對 好像沒有透明 那怎麼辦 這個呢我有在 老師部落格上 這裡的補充說明 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呢 試著 把這邊 你看我們像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的 這個 看一下 把這個Render的Setting打開 跟這邊沒有關係 跟這個RenderSetting打開 有沒有 它預設合成是背景 黑色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透明的 你看 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穿透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合成的時候 能夠保留那個透明度 你就是在這邊要把它 改變一下在Render 這個Setting這個選項裡面 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跟我們的背景做合成 就不會 你都帶一個黑色的東西 像原本預設就是黑色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種做法 好第一種做法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第二種做法怎麼做 好一樣的 我這一層我就先關閉囉 來我把這一層眼睛先關掉 那我來這邊增加 一個空白的圖層 好 那你可以在以打垂的裡面在Foloshop裡面 你找到想要的 圖案放進來 也可以 或者是 自己畫OK 那如果呢 我們在Foloshop裡面 比如說我們可以找到 有一些像樣的圖案對不對 自訂形狀這邊 你可以找找看 你要什麼形狀的 我看一下這裡有什麼形狀 基本的形狀 好我把一些基本的 載入進來 你看 這個好複雜 好 像這樣子 這個是被子曲線的 那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拷貝之後 我們拿到A裡面 把它貼上 有沒有這樣進來了 對不對 那因為 這個的話 它本身是封閉的 我們放在這邊 你看打開 遮罩 有沒有 其實這裡有兩個 剛扣進來 它裡面應該有兩個 有兩個 那沒關係 如果我想要讓這個袋子 有剛剛的 這個 能量球的效果 那你怎麼辦 一樣 到特效這邊 來套用它 好那重點來的 因為預設它是只有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到哪裡 到這個地方 在這裡 告訴它 我們的 這個 要把它換成不一樣的 Core Type 所以 從這邊 有沒有Layer Mask 我把它選擇好了之後 來有沒有照著 這樣跑出來了 那麼 這個呢 太大 你可以去做調整 或者你想要做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想要這個是Energy能量的 然後呢 你不要那麼強 在這裡 我們就從這邊 調弱一點 調弱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它就照了那個形狀在跑了 那如果你想要加上動畫 就要針對什麼 剛剛我們是針對它開始跟結束 這就沒有開始跟結束是什麼 所謂的Offset 就是這個 看你要從開始的起點開始做 還是要從終點的Offset就是那個 做動畫的 所以如果針對開始 我們可以先試看看你就知道開始是怎麼樣呢 然後動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樣會跑 好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要做開始也可以 或者你要做結束 都沒有關係 假設我做結束好了 一開始呢 先不要那麼多 先回來 好然後呢 可能 幾秒鐘之後 讓它跑出來 所以中間 這樣子 有沒有就出來了 那麼你現在看得到黃色的線 因為各位 並不會真正存在 因為那是遮罩 所以你點到別的圖層 實際上看到的會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 所以你要做一個形狀的這種效果 其實還蠻快的 這個是 我們用這個 Safe濾鏡的一個優點 這樣第2種方式會不會難 OK 最主要就是你要會切換這個類型 Custom Call這個 你要會切換 這樣了解嗎 那我點上面這個 這種就是 針對什麼 你有塗層遮色片 當然你在老垂層裡面做也可以 所以你的Logo啦 還是你的路線啦 你要這樣燃燒 都可以在 這個濾鏡裡面 輕鬆的完成 好 那麼 再來我們來看第3種 第3種就針對文字嘛 對不對 所以 一樣 這一層就先關掉 我們來針對文字來看一下 那文字的話 你就 還是一樣 我需要一個空白的圖層 去套用剛剛那個效果 OK 然後呢 我再產生一個文字 比如說我們的 LTU 好 但是注意一下喔 我們有講過 AE裡面預設的這個字型 如果你用的是預設這個 叫Fix System 這個是所謂的 點證字 所以你放到很大的話 它會有比較明顯的鋸齒狀 這樣清楚 好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的 OK 那把它移下來 好的 那我現在呢 點到我們剛剛增加的這個 空白的圖層 一樣來套用 我們的 濾鏡 好 現在呢 就從這邊 告訴它 不要你預設的直線 也不是圖層遮瑟片 而是文字的圖層 那你要告訴它是哪一層 好 但是它告訴你有錯誤有沒有發現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字是點證字 所以它沒辦法長生外框 點證字沒辦法長生外框 所以你要換一個字型 來我們換一下囉 好我們用粗一點點的黑體 像這樣黑體的 來點到這裡 黑體黑體 這樣子就套進去了 這樣了解的 好那一樣的 我們 這個呢 只是當做一個 路徑而已 所以呢 如果呢 你不希望人家看到那個字 你就把這個字關掉 它實際上是只有外框而已 我剛剛那個字因為是白色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好像 也有在發光 事實上不是發光 它只有在線條那邊做發光 好那 在這個地方呢 一樣 你可以針對 我們這個 Offset 有沒有 Start跟End 如果你想要做 文字 出現的效果 因為它預設我們是三個字組成的 所以是三個字它會同時做 這樣有沒有 獨立就秀出來了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才會看到動畫的效果 它不見得是怎麼樣 照順序出現的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去做 當然你也可以一個字一個字 去獨立做出來 再去自由組合 可不可以 可以嗎 不過不要忘記囉 如果有背景要怎麼樣 預設它是有一個背景 顏色 黑色 所以你要從這邊 把它的 Composition的setting 就是 跟背景 結合的 方式設為透明的 這樣是不是才看得到下面 不然 你放下去就是黑黑的背景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把 剛剛呢 五年前料是講過的 我們利用 新版本 再跟各位稍微這樣複習一次 實際操作看看 因為這個 濾鏡 老實講這幾年來 沒有什麼改變 都是一樣的版本 但是我們AE的版本變了 所以呢 你可以實際操作看看 請問這個可不可以變成3D塗層 可以呀 你一樣可以變3D塗層 那你就可以 不同的角度去轉換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把它變3D塗層 在這裡 兩個view 對不對 那你要轉個角度 我從這邊來轉角度 這樣有沒有就轉角度了 對吧 所以其實 我們以前用過的 你也不要客氣 一樣都還是可以用 因為我現在就把它變成3D塗層 其他的後面背景沒有變 所以他就不會受到攝影機影響 只有這個塗層受到攝影機的影響 這樣OK 好 真的 今天這個濾鏡 簡單又好用的效果 好介紹給大家 各位可以先試看看